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要跟各位说 在日本时代很多台北的金融的建筑 但是要说这个事情 我先来说一个故事 有一个文字是他们中国叫做战国策 战国策里面有一个人叫做吕不韦 这个吕不韦那时候要来外面 要来这个社会跟人打拼的时候 先问他们老婆 他说老婆 我现在将来我要做什么比较好 做龙怎么 政产怎么 他们老婆说政产 政产差不多十倍的利益 他说这样 不然我来做主播 主播大概是差不多百倍 他说不然我立人主之君 立人主之君的意思就是 如果要以恒代来说就是来选计 来工庚 古早实在简单说一句就是开政府 唉 他们老婆说 如果开政府 我没有就算了 为什么呢 因为开政府都不用本 不用本 只能有武力就可以了 钱都整理的 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些人 就是因为国民党来到台湾 什么都没有 哇 台湾呢 渐渐的都他 日本就是在哪里 在全中国台湾来 一定什么都没有 看着说这样 赞 整个这个 日本的那个银行三位 日本人回去 这后呢 回去到日本 才能带一千块 就是说 带到他一国的生活 其他一战争都要流下来 好 这真的这些 发了 真正发了 帮到大金山 来 我们先来说这棟 各位你看这棟很漂亮 这棟叫做三十四银行 是日本呢 现在目前最大的银行 其他楼是日本三菱 东京的一个很大的 这个大银行 所以呢 这个银行呢 在那个日本时代 他算民间台湾 最大的银行 他在什么时候 二次到台湾呢 他在这个 一百九五年的时候 就水到一棟一百 他到我的基隆 就先去一个 很漂亮的这个 他们的基隆的银行 但是未来呢 来到这个台湾呢 哇 起一间 一间高了 你看 起牌才能够好 那里面呢 我这个整条路 一定给我画 大家是注意看一下 来 这个叫做中文浩西楼 这个整条路呢 叫做中文禁南楼 你说 有什么奇怪呢 我在看一个 现在很出席的 这个中文禁南楼 跟你画都不一样 没有不对 今天一回是 有这二月 这叫做台湾主店 叫做日本生命保险 这是什么 这就是现在的第一银行 再来呢 就是食业商店 三股肉店 肉店 肉店 肉店在做什么 肉店就是 那个买牛肉 买牛肉 所以在本时代 台湾人就有开始 在那里吃牛肉 再来 三十四银行 就是这棟 这么大棟 再来 这个 到这里呢 各位看到有 新鸡饭 这个新鸡饭 真漂亮 在做什么 就是做鱼饭 做鱼饭 出一个时间 再来好好说 不过这个 三十四银行 到底是在这里 好来 我带你来看 它现在是在这里 这是中文禁南楼第一银行的头状 日本时代第一银行 这个所在 本地是日本生命保险舒适会社 台北支店 在这本时代 它是谁做 这样 外面有很漂亮的 柯林斯柱 正好 美国Live雜誌 在那里 还可以 看着 伊米的行李 但是 你自己看 这个时候 叫做台湾第一 商业银行 因为我一匹一匹 上世界围团 又回来 那就是谁做 这样 隔壁就是 华林银行 和华林 永昌 证券 现在 整个是玻璃为幕 但是 在日本时代 当然 不是谁做 这样 它的前身 叫做 三十四银行 台北支店 一幅三站楼馆 仿巴洛克市的建筑 有这座 金管的管塔 刷在中央的穿堂 又非常地牌 金管的古典 宇会装饰 都水到要变过 现在有楼下来 我看 那就是 这座 博物馆了 如果外表 看起来的非常地牌 来报 那也是 真和华的行 不知是怎样 我哪里跳到 现在变成这样 感觉好看 有点要把他带出来 我现在 就要去找很多商品 所以 还要把他上次观察 看一看 他的设备是怎样 才带出来 房天不负苦行人 带出来 就是这样 不知是一栋 是几条杰 全部把他带出来 你看 他的隔壁 就是第一银行 三十四银行 随着一百九五年 一军定录 之后 他就开始 离台湾 生理隔壁 设备后 出镇所 然后 一百九九年 在台北 台中台南 都有支店 看到的这间是台南支店 公民党在前后 中的三十四银行 并是在台湾银行 所以 以前的台湾银行 就是变成 现在的台湾银行 台湾银行 但是 这间在台湾银行 台湾银行 和生理隔壁 的建设备 现在改善 没用了 旧李康年设立了 高雄支店 国民党政府 来后 这间很有气败的银行 所以变成是 新兵派出售 再请大家看一下 台湾书店 就是在替 中豆腐印教科书 日本生命保险 就是现在的第一银行 三四银行 旁边那间三谷鲜肉店 诶 那个时代 就在买银肉 好 大家介绍的是 中央有一间 合作新高管 那就是一间 高级的银肉 所以你应该 可以了解 但是我没有 是给他买出来 稍后我也知道 他到底是在做社会 很多朋友问我 余夫你怎么知道 那是长那个样子 你怎么知道 很简单嘛 就是找很多银肉 比对很多胸皮来买 稍后 晚上 还希望 看看有什么人 给我偷梦 你不知道 可能知道 金格的 比对过程 非常困难 但是 我们比对半岗 他现在把你禁这样 禁这样 禁不得比较漂亮 这个34银行 不然是拼入 这个台湾银行 但是不然是怎么 这间银行 也会变成华人银行 搞不清楚 因为这里面 很複杂的 这个政商的关系 你如果 可以找个时间 好好来研究 这样就知道 完全又不一样 还有一间 叫做台湾相公银行 来 看这个 台湾相公银行 这边 这边是这个 北门 北门 怎么这么近 这北门 北门门口 没错 这条叫做府台街 也就是沿坪南路 这个是沿坪南路的38河 叫做台湾相公银行 在日本时代 它是一个非常大的银行 它总共有併吞四间银行 包括台湾储蓄银行 嘉义银行 跟新高银行 顶顶 它就是 现在第一银行的全新 那么这棟 现在变成安装 变成了 这棟当然 蓋得很漂亮 变成这样 你看到 有时候会很熟 就是这样 明明 很漂亮 你什么时候就要 跳起来 再去做这样 跳起来就算了 如果去到这边去看 各位看 这就是北门 北门的这个方向 这有酒陶醋 我们刚刚在那里有度 这样就好 顺畏就是这样 后来 带各位来看 台湾相公银行 日本时代的行 这是沿坪南路 国家时代 叫做府台街 你看到的是北门 刚刚在那里 这边的国民党 来后 变成是这样 看到不很好 刚刚这间 变成第一银行 怎么去这样 这像它原来是这样 叫做台湾相公银行 在191年 5月5日 由到方景泰智 顶顶二十九人发起 发生费目桌一百万 设立本土新的银行 但是 它最早就是 在阿高杰 或是现在的冰冬市 开始设立 看起来 冰冬台北的建筑 都同样 有一天 清清清 你现在看到的这棟 就是热冬几行 不过 这都一定到第一银行 收收起 了 聚到定期 古代的场景 我已经不回来 还是谁做这样 其实 后来台湾三公银行 因为种种原因 中到台湾新业银行 割到这个新高银行 和家宜银行 全部都和平 也要好够在 很多日本时代的建筑物 都流掉了 让我们可以想象 那个时代 这条街的繁荣 还有一间非常重要的酒桃厨 叫做 府台阶洋楼 本来是日本时代 建设很多公共建设的 高市主板公社 正好变成 宋斐如 人民导宝社 在礼拜四行 到后来的白室公布 宋斐如 和母子都去国民党 给它开市 这些变成是 禁闭总部的讯问室 当然 后来就打到半岁 都不知道 能够出来买也不知道 我只是跟你说 原来这么多漂亮的一条街 现在变成这样 生意了 好来 我们现在再来看这张图 这里是重庆南路 这里是黎民 这个 后来的台湾商务书店 这里是第一银行 第一银行 以前是这个行 说怎么会这样 跟人都不一样 后来休息一下 回来再跟你说 台湾啪啪走 了解台湾文化 你最厉害 大家好 我是余夫 后来 我们今天呢 你说 開政府最賺錢 你看看 日本人照料 老了很多银行的竹山 现在国民党 看一看的 都变异的就对了 这真的实在是 本地有共産党 打到招呼 来到台湾 对了一座 大车 金山 这很欢迎 来看这个 这就是台北第一银行 现在现出台北第一银行 在日本时代 它本地是一个 和这日本生命保险 舒适会社的建立 第一银行 第一银行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它利用到台湾三公银行 聘料四间的民间银行 它都把它收起来 收起来第一 这里面的当事党 就是台南减水的 这个黄银行 算是 黄银行 它是 所谓的半山 想要有这半山 就是年轻的时候 在台湾设施 到大人的时候 就走去中国 和中国人在那儿做事情 现在这个日本建签之后 哇 就回来了 回来了就是 算是来接收台湾 现在接收之后 你看 做这间 这么好做银行的当事党 赞 这就是压保压队 所以不怪 这一开始的时候 旅部的他爸跟他说 你就去开政府这些大贪钱 这边这个 是台湾商务运输馆 这王云武的买了 去台湾运输馆开在这里 但是现在已经 有了改变了 好 来 现在这个台湾第一银行 会变成第一清控 到底是怎么来 来 我们再来看 这栋是在台北市 中庆南路的第一金控 也就是第一银行 这真心 并不是像这样 叫做 日本生命保险 舒适会设台北支店 从原来的建筑民族 有161片 它是钢筋分离图 上面有3站 还处设台湾有一个乌银 中庆道是55.5举 也就是差不多是16.8举 有关是折中式样 它的穹体是白色的大口瓷砖 顶管还有柯林斯柱 三楼大型的黑衣天 四周围都有黑衣 看在青春西辣神殿 现在看到的 就是一定变成台湾第一雄银行 中航路 第一银行第一任的当事党 是随着国民党政府 来到台湾接收的 半山黄金 第一银行的真心 就是日本时代的台湾雄工银行 中航银行在虎台街 红红那就是半门 同一个角度和协贵 也就是现在的 原平南路三十八核银行 台湾中航银行 是日本时代民间最大的银行 它其实是和平了三间银行 也就是台湾储蓄银行 加以银行 加到新高银行 新高银行是李春兴的大榜 李充兴 加到他们的银行李延西 在1916年的一月二十九月生日 一八九五年第一任的 日本总督华山之际 探到他买反国素质的时候 邀请到第一兄李春兴 做回去日本 李春兴看到日本的进步 驾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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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驾 驾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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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台湾雄鋼銀行變成第一銀行 由到半山的紅條巾出任第一銀行的當事長 正好,原來新高銀行的理演費 變成是第一銀行的監察人 但是大家叫他行走 因為再來國民黨政府就準備 要跟他說他是判斷 而且目受他的財產 這個故事跟我們說 開清楚國民黨這種政府 不是勉奔所連的 又最賺錢的 各位看 我這樣每行的 他這些國家都把他插插 這如果要過早時代 我就帶來給國民黨抓去關 抓去不知道要等他下去了 好,來 這張呢,我們知道是說目前 我們是說到這個台北市的管錢路 有人就開玩笑說 管錢路就是管錢嘛 其實他不是 他是有這個圖書館或是博物館的管錢路 那麼他這個 這條是整個金閣管錢路的東側 我都把它插圖回來 譬如你怎麼知道說要這樣插 我告訴你 不是有人偷忙跟我說的 再來,我們現在先看台灣 這個剃德飯店 各位,這是中校西路 這是管錢路 所謂的門是鄉頭街的管錢路 但是這棟一定是炸掉了 那麼再再來呢 這裡是這個 許常街 那麼,你看看 鐵道飯店 再來這裡是許常街 許常街過來 這裡這棟 哦,這麼多大 叫做華南銀行 華南銀行就是 斑球林家的華南銀行 是台灣 第一間 這個 本土的銀行 再來呢 這個台南銀行 是在這裡 怎麼有這個台南銀行 這是什麼銀行 我告訴你 在日本時代 除了台灣日日的銀行以外呢 這個台南銀行 也是一個很大的銀行 那麼走到這裡呢 是信陽街 信陽街 再來呢 整個銀行 來,看看 從這裡開始 一直走… 走到從這裡來 哇,這樣才會都知道 每間在做什麼 有 這間 卓越莊太郎 這是議員 還有 次議員 德懸 真厄 還有 這樣給你 大昌 商事 蘇事會社 台灣新聞社 台北支局 伊藤第四站 叮叮叮叮叮 每間都給我拿出來 那麼這間 林本源 智堂 蘇事會社 在館前路 頭上這裡 哎 花南銀行的故事 說起來 真實在是熱熱騰 那時候 由林雄貞 就是板橋 林家的組長 他呢 來蓋了這間 來用這間 花南銀行 要做什麼呢 那時候就是找我印年的人 比較好處的人說 我們呢 配合日本 南進的政策 也就是說 大家做回來 要機制 要做這個銀行 準備要向這個南銀來出發 這個時候 林雄貞 集中的這個花南銀行 就經營了 中間 曲折 非常多的曲折 不然這樣 哎 對 我們都來 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做得來看 下面 這是台北火車島的星光三月百貨 其實在日本時代 你若是為火車島下來 並不是看到這棟 星光三月百貨 你是看到這棟 最多 台灣鐵子島 Hotel 非常漂亮的 這間旅館 台灣在的飯店 他的職門 就是向著現在的 館前路 他的地面是H&M 但是 在日本時代 是真有名的 無期旅館 向著 普普館 還要走更近 你看到的 就是這棟 花南銀行 當然 這都是 拆掉了 頂起 古早時代 是死罪 這樣 我們的銀行 是由到 班教林家的 族長林雄鎮 跟印尼 十瓦 那裡的花球 作為發起 在1919年成立 一旬的 主文獎 是一千萬 主要 是要向著 南牛 去發展 這個建築 就是那個時代 林航剛開的行 現在國民黨政府來後 就變這樣 變成這樣 林雄鎮 差一點 讓國民黨 拿去關 喝酒 最後 放這 差不多 兩聲 五分而已 不用懷疑 這張相片 就是 日本時代 所協助的 表丁通 我經過上市的 可情 就將整條的 管前路 東側 全部 給它 圍著出來 老實說 我也是 把每一間 到底是在做什麼 全部 都給它 可情出來了 你能夠 慢慢來欣賞 我先跟各位說 我如果是 會出東側 西側也會出來 我如果是 會出的 管前路 經過的重慶南路 整條 東西做到 圍著出來 橫陽路 整條 也是都 都給它 揮出來 所以 都把那個時代 這個經過的 台灣文明 都把經過 很多的科政 慢慢慢慢 把揮著出來 這樣就 可以去了解 就是說 我們台灣 是怎麼嚇到 現代的 文明 比如說 這個銀行 銀行就是 跟以前的 這個 中國的 老 老時代 你看很多 電影 什麼 當鋪 什麼 標銀 他們 都不一樣的 這個關聯出來 是不是 這樣 而且 你看看 因為他 這裏所有 建的 都是 仿 巴洛克斯的建築 其實是 儲信 建好 才請大家 說 你是要 對一棟 你不對一棟 這樣 慢慢的 再經過的 這個 車內 才 把它 形成 所以 在那個時代 裡面 其實 是有很多 很現代 文明的 幾位 不過 中共 說的 一句話 就是說 為什麼 國民黨政府來到台灣的時候 有一棟台灣的通貨膨脹到四萬 一口 很簡單 來這裡 好像用唱的就唱不完 唱就唱不完 就大家都要給你錢 所以叫做五子登科 什麼七子 什麼子小三 什麼都有 不要跟我說 這樣 不是他打稍前打贏 還是美國人打贏的時候 還可以來這裡唱這麼多 這日本人流下來的財產 這樣有送嗎 所以 最後跟各位說 這也是他們 中國人說的 比較有得力 說 一個戰國車裡面 日本的 問他們流別的事情 就是說 開政府最賺錢 好 這次 跟你們一個時間 再會 我是一副 拜拜 拜拜